这次讲解的是如何初始化运动匹配VR版本以及资产配置的注意事项。 首先,启用虚拟运动匹配插件,然后构选显示引擎内容。 然后,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是,打开项目设置,找到运动匹配的插件设置。 点击初始化项目设置,它会自动初始化GameplayTag和Data Registry。 如果这里没有显示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操作或重启项目。 它还会自动配置动画资产所在的路径。 最后,我们需要手动配置玩家输入为增强输入,以及将默认输入组件配置为运动匹配输入组件。 我们回到运动匹配插件设置。 我们需要收集所有运动匹配的资产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发生变化。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识别到有效的动画数据资产。 我们可以找到它们。 选中后单击右键刷新资产。 然后再次点击收集。 一切就正常了。 这是目前初始化设置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打开插件目录提供的案例动画链接,并下载它。 找到对应存放动画资产的路径,并将案例动画放置该路径下。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编辑器已经显示了该文件夹。 同样的,我们选中后单击右键刷新资产。 回到插件设置,点击收集动画资产数据。 这里会出现四个数据。 然后,我们回到存储动画数据资产的路径,打开动画资产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配置了两个动画资产数据。 我们需要将案例动画数据资产配置到该表格中。 关于这个,是战斗相关的动画。 我们在下一个版本会提到它。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Data Registry里没有对应的数据显示。 这是因为我们配置路径后需要重新启动项目才会刷新。 包括动画实力里的Data Registry,它同样的也是需要重启项目后才会显示。 重启项目后,我们再次打开Data Registry。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显示了数据表格中的数据。 打开动画实力,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也显示了可选择的数据。 这个变量代表的是默认的动画数据资产。 我们现在选择案例动画作为默认动画。 可以看到,我们选择已经正常加载动画了。 左侧提供的是按键输入的配置图。 我们在这里顺带讲解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第一点。 我们配置完动画之后。 只要我们在这里发生了任何动画数据的改变,我们都应该点击这里的排序按钮。 单击。 它会收集该数据资产所有的数据至单独的数组里。 我们可以看到该数据资产显示了已配置140个动画数据。 这是为了减少网络发包的数据而做的一个优化功能。 假设我创建了一份新的动画资产数据。 我们需要回到项目设置里的插件设置。 点击收集动画数据资产。 然后,可以看到该若引用数组里发生了变化。 这里的原理跟数据资产里的数组是相同的。 同样的也是为了减少网络发包的数据。 并且数据资产里会保存上一次所收集的数据索引。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对应的索引3。 以及它还会自动生存数据名。 该数据名与我们的并名是一致的。 这是为了配置不同数据资产里切换时播放的过渡动画。 比如,我们从站立数据资产,切换至敦付数据资产。 我们可以配置一个站立到敦付的过渡动画。